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日老师Mieko 今天的话题是这个日的这个单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首先你们应该确认一下这个日的发音 怎么读呢 好,你们读一下 你们看到这个汉字的时候 我联想什么呢 联想到两张纸吗 其实呢 这个单词你Mieme有特别的意思 那么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好的,那么我们了解你Mieme之前 先应该确认一下什么Mieme的用法 这个Mie是个量词 书扁的东西的时候使用 比如说纸啊,卡啊,这样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用日子怎么说,你们知道吗 这个普克牌是 特朗普 这个是特朗普 那么,书这个的时候呢 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这样的书法 日的话 一枚目,一枚目,二枚目,三枚目,四枚目 这样数 嗯,所以呢 这个姑娘 姑娘说 一枚目はこれを出します 嗯,第一张的话呢 拿出来这个这张 嗯,那么听到这个可能有的人是这样想 啊,就算是这样的 ということは,这样的话 二枚目の意味は 嗯,二枚目这个意思是 二枚目の卡 第二张的卡 这个意思 是不是啊 也有这样的意思 这个是具体的意思 嗯,可是呢 我刚才讲过了 二枚目有特别的意思 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2枚目这个由来呢 和歌舞伎歌舞伎有关的 歌舞伎剧场的面孔经常贴着这样的看板 看板就是招牌的意思 由1枚目到8枚目 这个是演员的名字 这个角色不必要全部记住 主要的1枚目和2枚目和3枚目 大概了解就可以了 1枚目这个人的角色是主役 就是主角的意思 然后呢2枚目这个人的角色的话 比当时就是美男子 然后呢3枚目这个人的角色的话呢 独気 独気就是花季的那种 就是丑觉 就是独気 然后呢2枚目和3枚目是特别的 如果这个2枚目一个单子来看的话呢 就是比当时很帅的人 这个意思 3枚目这个意思 如果是一个单子来看的话呢 非常非常有趣的那种人 所以呢2枚目就是美男子 或者是帅哥 这样的意思 这些日的单子也是差不多是同一词 所以呢2枚目顺便记一下 好吗 好 那么这个的话 美男子就是比当时 然后呢 这个 ハンサム ハンサム就是帅或者是帅哥 然后这个的话 男子汉 然后呢 然后呢 イケイメン 这个也是帅哥的意思 嗯 这个的话 年轻人经常使用 好 那么2枚目 嗯 看一下这个情况 嗯 这个 很帅的男的 然后呢 嗯 有4个女人在一起 嗯 然后呢 嗯 这个人说 本当に2枚目ね ジェンダー是美男子啊 よくイケイメンって言われるでしょう 嗯 可呢 经常被人说 えー 帅哥 这样吧 然后呢 嗯 这个人说 いいえ そんな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よ 嗯 不 不是这样啊 好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使用2枚目的对话 比如说这样的情况 嗯 很多女孩子 喜欢这个人 然后呢 她说 僕は女の子に モテるけど 2枚目なのかな 嗯 嗯 我 受女孩子 欢迎 这个モテる 就是 受欢迎的意思 嗯 受女孩子 欢迎 嗯 2枚目なのかな 可能是 很帅 是不是啊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然后呢 她的朋友说 いや 違うと思うけど 嗯 不 嗯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嗯 其实呢 她有変多钱 所以呢 嗯 女の子にモテる 受女孩子的欢迎 好的 那么 你们现在知道了 2枚目的意思 是不是 这样的表达呢 一般来说 在课别上 没有 嗯 和日本人聊聊的时候 或者是 看电视剧的时候 会出现 还是很重要的单词 所以呢 你们 应该都和日本人交流 嗯 好吗 好 那么 下次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拜拜